今年的臺北燈節展區 從西門捷運站途經中華路一段 到北門都有展出展品 而民眾散步賞燈 還能到附近的臺北相機街好好逛逛 肚子餓了也能在榮丁商圈 在地美食來好好享用 三月二號還會舉辦的漢服走秀 跟實境解謎 要讓參與的遊客們 民眾們玩得相當盡興 臺北燈節中華路展區 上千顆色彩繽紛的燈籠 劃成隧道 福星國小和西門國小學生發揮創意 繪製出燈節作品《龍騰四海》 不少遊客看見天橋上的燈飾 都特地來拍照 很美麗 而且色彩的燈籠 我們看得很美麗 我已經32年在高中華學校的教授 所以我看到孩子們做的事情 我會很興奮 今年有針對中華商場的元素 還有針對我們影音節 我們當然希望有一些意象 很多燈飾很漂亮的 這個音符我覺得都蠻符合 今年臺北燈節從捷運西門 途經中華路一段都有展品 中華路影音節也配合燈節 推出摸彩活動 抽出包含電視 藍牙音響 手機等大獎 鏡頭來到有台北銀座之稱的榮丁商圈 現在也因應臺北燈節 將在三月二號舉辦漢服主題活動 有走秀還有實境解謎 在地二十個店家還推出促銷活動 不管要吃新鮮生魚片 或是老字號牛肉麵 甚至變裝COSPLAY 烘焙DIY都應有盡有 除此之外攝影愛好者也要注意了 台北相機街舉辦台北燈節攝影競賽 鼓勵民眾拍出有故事性或是趣味的影像 針見日期至三月八號 目前已收到四百件以上參賽作品 人文 街道 城隍廟 台北燈節不只有特色花燈可以欣賞 鄰近的商圈也渾身是寶 賞燈同時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